BTS全眠舊国最近频频开直播与粉丝互动 不只在直播中边唱卡拉OK边晒狗 还半夜吃鸡追剧 最近一次直播则是直接在粉丝面前练全机 才几天不见舊国竟顶着一头软萌妹妹头出现 解释到因为自己的网路流量还有剩 所以决定开直播 让人惊了超怀疑 世界大明星竟然没有网路吃到饱吗 紧接着就开始一连串全集练习 激励训练、拉伸运动 不过中途却因为一把椅子引起粉丝公愤 原来是救国忘记把椅子从镜头前移开 看帅哥运动的美好画面直接变成害椅子面对面 粉丝们超着急的爆笑反应 也让这把椅子冲上推特世界趋势 不愧是救国的号召力呀 另外BTS成员志明也出现在留言区 教练看了表示等你来哦 志明则幽默回应请不要等我 搞笑又温馨的对话笑反粉丝 不得不说防弹少年团成员们 每次直播内容都让人蝶破眼镜 真是期待下次又会有什么新花样啦